前有李子柴講中國故事 後有假農民片2000萬粉絲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繼中國第一網紅李子柴 被指通過超現實的農村生活影片 看中共宣傳後 近日一對假農民夫婦 通過充滿鄉土氣息的農村生活短片 吸引2000萬粉絲 大貨賺錢被揭 一個以為美的農村風光 和清純女子形象 吸引海浪粉絲 另一個是以純薄的農村生活 和岸口農民造型 吸引大批中國網民 前者經專業包裝 並被中共官媒熱捧 後者 側假農民夫婦 騙取2000萬粉絲的信任 然後帶貨賺錢 近日 網易等陸媒報導 發名牛愛芳和小春花的一對夫婦 以牛愛芳的小春花抖音帳號 可放置媒體短片 吸引流量 兩人其貌不讓 自稱來自湖南農村 在短片中 扮演一對貧窮的小夫妻 演繹農村生活場景 包括自己動手起專房 勤劍持家 及與倫理相處等等 有網民說 不知道有什麼好看 但是就會一直看下去 就這樣短短一年時間 牛愛芳的小春花 吸引了1900多萬粉絲 開始時 他們承諾不會直播大貨 但後來卻賣起刀具 一場直播下來收益高達2600萬人民幣 約416萬美元 兩人抽成 拿到近300萬人民幣 約48萬美元 後來網民 大漏他們賣的刀具品質破爛 接著開始起底爆料 網民發現他們兩個根本就不是農民 名字也是假的 小春花真名張翠 是一家資本額5萬人民幣的公司董事長 劉愛芳真名劉愛芳 兩人之前的結婚照顯示 劉愛芳新穿西裝 還戴著金頸鏈 另外 張翠新穿短裙的時髦生活照 也被翻出 網民還發現 短片中出現的老父親 還有隔壁的貧府老翁 都是請來的演員 兩人過去還經營過 堅強歌語張翠的影片帳號 現在僱傭這些演員 之前都出現過 他們聲稱親手起的專訪 實際上專為拍片而見 平時根本不住人 一化名由先生的中國資深觀察人士 告訴大紀元 這兩個網紅事件 他都清楚 也都在關注 換句話說 這種塑造網紅帶貨賺錢的商業模式 在中國非常普遍 李子七一開始 是自己商業運作 出了名之後 被中共利用來 講述中國的故事 游先生說 這個是中國領導人支持 而游先生是一位頗有名氣的資深專業人士 但因為中共的一言堂極權統治 他不便對外透露自己的真實身份和專業 早在2013年8月21日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就在中共 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時提出 對外宣傳部門 要創造新的宣傳方式 要講好中國故事 傳播好中國聲音 今年5月13日 習近平主持中共十九屆 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再次強調 講好中國故事 傳播好中國聲音 是加強中共 國際宣傳能力的重要任務 年年31歲的李子柒 管名李佳佳 是四川綿羊農村的一個女子 2015年 她在微博上 開了個視頻影片 博客 演繹自己柴米油鹽的日子 短短幾年 她的微博粉絲超過2,000萬 2017年 她開始在YouTube上發布影片 訂閱量迅速突破800萬 Facebook粉絲亦有500萬 李子柒 被稱為中國第一網紅 並被中共官媒新華社 人民日報 和央視及共青團官方微博熱捧 中共農村青年智庫大頭人協會 邀請她擔任推廣大使 中共新聞周刊 將其評為 延導影響力人物 中國普通百姓被禁止使用Facebook和YouTube 而李子柒不但不被禁 而且還贏得了 那麼多外國粉絲 BBC特約文章說 李子柒幫助中共 講述中國故事 一人勝過中共宣傳部 台灣媒體自由時報 引述網民評論部說 一個李子柒等於10個中共中宣部 李子柒的文化輸出效果 足以抵得上多個孔子學院 游先生說 好像李子柒這樣的網紅 沒有什麼政治敏感度 不容易引起外界警覺 而且還可以幫助中共 宣揚所謂的正能量 打造中國繁榮富強 太平盛世的美好景象 他解釋說 一直以來 中共用了很多錢 搞大外宣 目的是消除國際社會 對中國所謂誤解 即不良印象 但效果遠不如 這些商業機構 所實現的對外宣傳效果 游先生說 近期披露的賈農村網紅事件 他亦熟悉 據他透露 在中國各種行騙行為 比比街市 以前是重金求指 談戀愛等形式騙錢 最近兩三年 網絡直銷非常普遍 就是以各種方式 打造網紅 然後帶貨直銷 有些賺到幾十億人民幣 游先生告訴記者 從李子柒的田園美景 到賈農村夫婦 他們之所以能夠成為網紅 是因為海外有一大批人 對中國農村不熟悉 一方面 外國人不熟悉中國農村 另一方面 中國很多城市人 對農村也不熟悉 對鄉村生活 充滿很多浪漫的幻想 他說 中國農村 確有一些充滿詩情畫意的地方 拍一些優美的風景影片 是很容易 這樣商家 就可以利用 這些非常個別的 不可複製的美麗場景 進行商業打造 令人產生美好的幻想 響望著能夠置身於 這樣的美妙場景 前中共政府政務工作人員 宋先生 告訴《大紀元》 這個我很清楚 其實這些網紅 反映了中國的一個普遍現象 整個中國社會 就是這樣一種風氣 就是互相行騙的一種風氣 他說 這種風氣的根源 在於中共的統治文化 他的政府 他的官員 乃至他的新聞 都充滿了謊言 就是說 中共政府 對人民進行的 是全方位的行騙 這些老百姓都清楚 而且清楚中共官員 無論如何欺騙百姓 都不會受到懲罰 所以整個社會 出現信譽的喪失 宋先生分析說 另一個問題 就是中國人 缺乏對神的信仰 中共要求民眾 只能信仰他宣稱的什麼主義 包括共產主義 和社會主義 信仰他的領袖 完全吻滅人民 對神的敬畏和信仰 因此中國人缺乏心法約束 其表現就是道德缺失 本文來源為《大紀元》記者 溫妮、梁欣 採訪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 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